来关心今年第八号台风晚雄威力持续的在强大当中 气象局研判太平洋海水温度高 提供了丰富的水气 让晚雄很有可能会在今天之内 从中度台风转为强度台风 虽然呢不会直接的侵袭台湾 但是呢台湾受到外温环流的影响 星期一开始各地会轮流下雨下到星期六 不过说的天气怪还真的是很奇怪 昨天受到台风耗尽沉降作用的影响 全台湾九个侧阵都破了今年气温新高记录 这连带让各大医院中暑热衰竭的病患 是增加了三到四成 万里无云的天空热到让人想抓狂 看看气温分布图才早上十点 全台湾就已经一片红彤彤 因为受到晚雄台风沉降作用影响 五号全台包括宜兰 新竹 嘉义 台南 高雄 花莲等九个侧站 都破了今年气温新高记录 温度都还是上海33度以上 尤其在西版部地区宜兰地区的高温 还是可以来到35到36度 整个大台北地区的高温有接近36度 机会请大家外出海道注意防晒 随着晚雄靠近在海上逐渐吸饱水气 几米大几村越变越强 虽然不会直扑台湾 但到了礼拜一最靠近时 北部东半部受到外污环流影响 会开始下雨 到了礼拜二换西部 礼拜三开始台风远离 夹带大量水气的西南风跟着北上 雨恐怕将一路下到星期六 台风还没来长浪将先报到 长浪的部分会越来越明显 包含了在北部地区 包含了马祖 还有东半部地区包含了绿岛蓝雨 以及在南部地区 恒川半岛跟西南沿岸小琉球这些部分 预估可能长浪都会来到两米以上 甚至不排除接近四米以上 而连续几天高温连带 让各大抑郁的热衰竭病患明显增加 比较热的环境下 如果说没有适当的保护好的话 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有一些流汗的情况 所以有时候就只容易造成热衰竭的情况会发生 增加三成到四成 高温曝晒下人体水分流失快速 医师提醒每天一定要补充至少2000cc的水分 而且最好搭配含有电解质的饮料 1比1的比例同时补充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没事最好别出门 懂得躲过夏天独辣的太阳 除了防晒也保健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